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卸下了台北市長的身份之後 也甩開了包袱 終於是可以暢所欲言 黨部呢也特別幫他準備了測謊機 來一場真心化考驗 像是有沒有說過謊 會不會當選總統 柯文哲都很有自信回應 但是沒有想到被問到了蔡總統網軍 還有覺得賴清德跟侯友宜 誰會比較好好做事情時 卻是慘遭電擊 泰清不再是台北市長 他講什麼都沒關係 不用再唱求鳥 我是第一名 高寒自由 柯文哲今年過年少了市長身份包袱 特別不一樣 聊到蔣市長取消每天成會直搖頭 結果竟然沒有會議記 我說哇 這比美那個3加11 單純又說了不準 主持人更端出這台測謊機 要看看主席是否真的有說出心裡話 不可能 看起來好像小烏龜那麼聰明 一開始對機器很不以為意 先來個幾題小事伸手 你當台北市長有沒有說謊 善意的謊言也是一種謊言 就少了 唉唷 是不是壞掉了 波知是答太極 太難判定還是柯文哲真的沒說謊 接下來的題目越來越緊爆 你選總統會當選嗎 會啊 真的喔 會啊 一定要有信心 我相信啊 蔡英文會把網軍借給賴清德嗎 那如果價錢出的過好是有可能的 你覺得他會無私到借於他 不會無私啦 柯文哲殘叫一聲 手瞬間彈飛 表情超爆笑 天啊 哇 真的會電人喔 沒講到測謊機真的會電人 真心話測眼來真的 接下來可得小心回答 沒講到這題 柯文哲又在了 戴清德跟侯友宜 誰比較會哄哄做改情 究竟什麼回應 先買一關子 柯皮過年很犧牲 換取大家笑容 繼續博聲亮 記者洪宜航晨博 台報道